坐在客厅当中的外星人 脑海中浮现几公里外 老夫人被歹徒袭击的画面 就在她即将奄奄一息之际 只见ET的大脑袋慢慢变为蓝色 一阵原力集中爆发后 再度恢复了瓶颈 事后 警察发现这个现场的歹徒面目全非 据老夫人的描述 是歹徒自己脑袋凭空爆炸了 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老人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老夫人意识到是外星人就吓了自己 满脸感动的驾车来到好友家中 十分感激地抱住了她 虽然这个小ET不会说话 也听不懂人类的语言 但是从她那纯净的表情中 仿佛已经明白了老人的心意 纵使老人们只与ET相处了几日 已然是她为自己的孩子一般爱护 就在几天之前 一艘外星飞船在老头的院子里坠毁 她迅速恐慌地拿起电话报警 可接线原得之后 却以为老头要么是在恶作剧 要么就是老年痴呆 没听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而连自己女儿的电话也都打不通 只好等第二天一早 跑到社区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 说自家种花的院子 被天外飞仙哥给砸坏了 但是听老头的话 在座的人的表情瞬间冻结起来 显然他们觉得老头该多吃些药了 甚至会议结束后 朋友乔伊斯也开始谴责他 哪怕别人把你当空气 也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胡说八道 只不过桑迪不这么认为 虽然三人都是独居老人 且生活中几乎没什么陪伴 但相对来说 桑迪是对既有生活最乐观的人了 老伴过世多年后 他现在对老头又产生了点意思 还主动表示要送老头回家 看情况是想来一段夕阳红呀 直到老头一开门 就看到了令人震惊的场景 不远处地上躺着一个光吐吐的 像刚从指环王片场跑出来的 当他抬头看过来时 老头从他友善的眼神中 看不出什么恶意 于是老头急忙回到厨房 倒了一杯白开水 拿起一条厚毯子 小心地走到他面前 先盖上毯子帮他取暖 然后把杯子放在他面前匆匆离开 静静等待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 第二天早上 老头出来检查时 发现外星人不见了 转身的功夫吓了一跳 只见外星人裹着毯子蜷缩在角落里 状态似乎比昨晚好多了 老头见外星人可怜得像个没家的小孩似的 于是连声招手提示他进屋 然后又拿了一杯水 看着他喝水 老头非常高兴 认为他一定饿了 所以开始帮他准备食物 因为他不知道外星人的饮食习惯 老头不得不在他面前准备三种食物 看着只有苹果消失在盘子里 相信这个外星人一定喜欢吃苹果 所以他匆忙来到超市买了很多 就连店员都对老头打去 但老头直言不会 说是给家里的外星人买的 刚开始店员还以为老头在开玩笑 只是老头越说越详细 看表情也不像是玩笑话 刚回家老人坐在沙发上休息 可以转身就吓自己一跳 原来那个虚弱的外星人 十分精神地站在他面前 对此老头既震惊和又满意 至少从此以后 老头七七惨惨七七地生活 多了一丝抑郁的风情 老头像房东一样 兴奋地把外星人当租客 带到浴室和其他地方 把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介绍给他 包括不常来探望自己的儿女 并单独为他安排一间卧室 但面对老人的热情关怀 外星人却没有任何回应 也许这个时候二者才知道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重要 另一边因为老头在超市的异常反应 店员刚好看见了老头的女儿 就把刚才的对话 一字不差地告知给他 这不得不让女儿担心起七十多岁的父亲 上门要求父亲双休日 跟自己一块去医院 剑扭不过女儿 只好答应 可还没等老头告知屋内的情况 女儿就忙工作去了 此时电话响起 等老头接通后 电话那头传来桑迪的声音 表示想过来借打印机一用 还没等老头拒绝 桑迪就叮咚一声上门了 只好将他领进门 但是眼前的一幕让他极度震惊 沃德发 差点没把老奶奶前年心脏搭的桥给弄他了 相反外星人表现的异常平静 一本正经向桑迪点头示意 老头淡定地向桑迪解释着一切 还带他参观了后院的UFO 这才让他相信 自己是见到了活生生的外星人了 因为小一体的纯洁无害 孤独的老头想把他一直留在这 看过许多科幻片的桑迪连声制止 要是想留下他 必须得保守好秘密 不能让除他俩以外的人知道 天知道那些政府人员 会拿这个小可爱做出怎样的残忍实验 贴心的桑迪 怕外星人一直裹着会感冒 一件T恤给他换上 与此同时在老头屋外 另一位老太太乔伊斯刚好路过 瞅见桑迪的车停在老头的门前 怀疑这两个没老伴的人 一定在背后有一腿 所以趁着半夜偷偷摸到老头的窗前 可透过窗户一看 差点没把他哄给吓飞 看到一个外星人正和老头一起吃晚饭 当即就按下门铃 心慌的桑迪见门外是乔伊斯 正想着怎么编谎话来糊弄这个老娘们 但乔伊斯直接开门见山 惊叹与眼前不一样的生物 桑迪恳求他不要说出这件事 否则外星人将会成为实验对象 但美国国安局早已捕获到了 意外附坠落的线索 正日夜不停地搜寻他的下落 今天刚好监听到一户人家中有飞碟 但等特工过去查看时 只是这家老公呕心沥血的艺术品罢了 三个向来孤寡的老人 因为一个意外坠落地球的外星人 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平时只是一个看电视剧的老头 现在还有一个人陪 甚至不小心睡着后 还为他盖上了毛毯 桑迪也将不会说话的外星人 当作了倾泻心中苦闷的树洞 自己的女儿和外孙 已经三年多没来看过自己了 平日里只能通过织毛衣和参加社区活动 才能勉强填补寂寥的生活 而至于乔伊斯 他一生了无牵挂截然一生 年轻时也曾是人间有物 在大城市中也能制霸一方 每晚身旁的伴侣都不带重样 那段时间可真是好不快活 只可惜始终遇不上真爱 说到尽兴处 乔伊斯忍不住开始一盏歌喉 正当外星人听得如痴如醉之时 他突然瞥见远处桑迪在家中被歹徒入侵 一发念力控制 那人的脑袋凭空爆炸 救下了桑迪一命 事后知道只有外星人才能做到这样的事 没有告知警察 敢到小一梯面前表达感激 假如不是这个才认识没几天的外星人 难以想象独居的桑迪会出现怎么样的下场 经过这件事之后 几人更确信他的纯天然蜈蚣害 或者应该说外星人也是分得轻善恶的 于是几人决心帮助他回家 刚好突然闻到一股恶臭 几个人出门检查 在飞船不远处发现一只流浪猫的尸体后 外星人递给他们一张纸 上面画着七只小猫的头像 两件事一结合 老人才恍然大悟 理解了帮助外星人修复宇宙飞船的方法 然后带上铲子 准备寻找更多的猫尸 但没多久前才发生了这起离奇的入室抢劫案 警察将目光放在了桑迪身上 于是派人一路跟踪寻找线索 没走多远 他们就把车停在路边 看到一只猫的尸体后 两人一起把他放在一个黑色的袋子里 看着他们奇怪的举动 警察也摸不着头脑 终于三人在搜遍每条街区之后 只剩下最后一只死猫 就大功告成了 可现在实在是没别的途径 能搞到这最后一只了 最快的方法就是杀死一只 而乔伊斯家中刚好就有一只垂死的公猫 可以填补空缺 但这只老公猫多年来 已经被乔伊斯当作唯一的亲缘 即使他命不久矣 也不愿亲手终结他的生命 不过在桑迪的劝导之下 乔伊斯还是动聋了 与其让他苟延残喘 不如让他早点安乐死 避免余下人生的病痛折磨 之后在几人的目光注视下 小一梯让猫咪没有痛苦地死在怀里 现在所有猫事都挤起了 只见外星人盖上一块银布 一番如动后 化为一块晶莹剔透的血色宝石 原来这就是飞船的动力 当外星人把宝石 放进宇宙飞船的动力舱时 宇宙飞船立即做出反应 很快就恢复了动力 漂浮在半空中 与此同时 国安局那边立刻收到了UFO的信号 周边的探员收到指令 急忙就赶往老头的房屋 几人恋恋不舍地向外星人告别 然而一直默不作声的外星人 净做出欢迎的手势 示意三人进入飞船 正当他们还在犹豫之时 特工已经赶到门口 老头等人急忙进入了舱门 晚来一步的特工 只能看着飞船起飞 瞬间就消失在了眼前 随着舱门慢慢打开 一堆乱石场景映入眼帘 还以为他们被带到了外星人的母星 但奇怪的是 手机上还有一个信号 不远处也发现了一个标有英文的垃圾 显然他们还没有离开地球 其实一直以来 三人过着重复且枯燥的日子 子女的疏远 亲人的离去 这样的生活 使老人们早已厌倦了在地球的时光 不过最后临别之际 三人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地球家园 毕竟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 逃离或许是一时的冲动 但踏入一厢未必就是解决孤独的方式 外星人只好用眼神向老人们告别 离开了这短暂停留的星球 继续开始了自己的星际旅行 生活回归平静的三人 时常会围坐在一起 闲聊着这个可爱又乖巧的小外星人 期待着也许在某一天的夜晚 他还会回来看望在地球上朋友们 诉说着这段时间的冒险旅程